第一个这个文字与自然函数里面 的题目主要是要我们把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 手机的号码放到这边来 那它后面的结构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会有一个11 所以0911 然后再一个减的符号 那后面要3码 所以要补一个0 如果2码的话 后面的话就是一码 那它补两个0 OK 然后呢这个地方最拼凑起来的结果 我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它放到这里来 OK那当然如果你会的话一下就做完了 可是如果不会的话你可能要 当然绝对不要去做什么 自己在那边慢慢输入的动作 这绝对是错误的 那用什么方式可以很快的 那当然最快的方法是一键完整 不过一键完整可能要写程式 然后写VBA程式 但是如果因为我看一下刚刚各位 那个问卷的结果 大温同学好像基本的那个函数 好像也不太熟了 所以我们还是按部就班慢慢来看 也许内建的函数 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 可以快速的完成这件事情 那里面上面有一个提示 就是说利用什么呢 M的符号 还有REPT加LEN 这几个函数呢 可以帮我完成这件事情 那里面当然你可能有一些东西不熟啊 比如说REPT是什么东西 LEN是什么东西 你可能不熟对不对 那没关系啦 我们可以再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个呢 请各位切到那个REPT这个函数 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看一下 REPT点进去 那这个REPT实际上就是 英文的repeat的缩写 repeat什么呢 就是重复嘛 重复什么呢 比如说这边有几颗星 假如它销售量 有100笔就给一颗星 如果200笔 那就有两颗星 一之类推 所以这里有个提示 如果我今天希望 用REPT帮我重复几颗星的话 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我大概慢慢跟各位说明 你如果将来要熟悉eSale 是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上班族里面 用到的城市第一名 一定是eSale 因为每天都在用 所以你可以把eSale熟悉的话 我想以后你要做事 就会快很多 那首先当然你要熟什么 熟悉那个eSale里面的函数 那函数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起颗星 当然不是叫你自己用什么 用复制贴上的 会不会有人这样复制 一颗星 这边一颗星 这边两颗星就贴两次 这边几颗星 这边四颗星就贴四次吗 不对啊 这样的啊 那如果说你有100个员工 你不要贴100次 1000个不贴1000次 10000个就贴到死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不是要你用 土法链钢来做 而是怎么样 请你用插入函数 上面这边有个Fx 这就是函数 里面的话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文字 所以切到文字类 文字类里面的话 往下找 会有个Rapt 底下会跟你讲说 诶 这里面 请你给我什么 那我帮你把结果丢到这边来 所以函数的概念 基本上就是 你给他 他要的 他给你 你要的结果 就这样子 他会问答 所以第一个按确定 好 他问你说 Test 请你给我文字 那文字在哪里 这个星号 实际上你会发现 我点他 他会帮我把这颗星 带到这边来 这边有颗星 那 这个后面有个Lumber Time 意思是说 你要重复几次 你要告诉我 那我总不可能 我要重复的次数 跟这个销售量有关 不过你会发现 点击他 哇 星这么多 为什么 因为这边有158 你带过来就158 可是我们是要100个 100个 除以100 除以100的话 意思是说 我把它除以100变1.58 那1.58 他星号只会 就是一颗而已 他小数点不会 不会再产生 1.58颗星 不过比较精确的应该是 把小数点 无条件舍去 所以你这边可以打一个INT INT前面 前刮弧 到后面 补一个后刮弧 那什么意思 各位可以发现 本来是1.58 这边变1了 这个INT的函数呢 主要用途什么 无条件 舍去小数点 OK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没有INT 它是1.58 加上INT的话呢 前刮弧 那函数记得 前后都要刮弧 按个确定 那把它置中一下 这边向下填满 这边把它置中一下 向下填满 不过向下填满 你还要做一件事 否则会发生错误 这个地方为什么错 因为我的信号 要固定在 第一列上面 如果你不要 你如果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它的那个 底下的这个 C1会变成2 这个变成3 所以你要把1的地方 如果你希望向下填满 那向下填满 它有个概念 它会自动帮你把 列号增加 数字的部分会增加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 它增加的话 很简单 给它钱就对了 给它钱 它就固定住了 OK 你看 可以理解吧 这个地方 我C1 有没有 信号不要动 所以前面给一个 钱的符号 打勾 向下填满 放开 全部做完了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 如果说它100 买100就一颗心 这样的话 即便它有一万个人 你只要怎么 向下填满 或者是还有个方法 直接游标 放在这个储存格的 右下角 快点两下 这样也可以 OK 有时候反而更快 如果说你 向下填满 人数多的话 点两下 马上把这个事情 给做完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答案在这里 OK 稍微记一下 那如果说你担心了 你记不起来的话 也没关系 另外一个地方 可以找到答案 云端里面的云端白板 我刚刚跟各位讲 那个GOO.GL 那个98QTHK 这个连结里面的话 一样会有云端白板 那未来的话 有一个文字函数 资料函数 你就打开一样的 档案名称 里面就会有 对应的答案 在这里 OK 所以稍微试试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 谢谢大家